没有没有没有 肯定不下去 木头最大 木头最大 这是肯定的 这是肯定比木头 木木凶啊 木木凶很大的其实 给我提一个点 她只是脸太大了 凶大那一块 脸总还比凶大了 脸再比凶小 她还是女人吗 真的是怪 会不会聊天 现在请闭眼 我真是 唐人请睁眼 不要互相触碰 穿一看这个鼠子 确认行闭眼 女巫鞋 不要互相注意 女巫鞋 币肯定不动 医院家请闭眼 没了 先亮了 丝毫发言 别傻 别傻 这次整了这么多人 先做个发言 我是一张普通村民牌 我觉得8号是身份 而且是严重吃身份 你自己跳身份吧 我过了 你跳不出 你说你的平民牌我就出你 过 5号发言 5号是张好人牌 然后主要是上级的人太多了 而且我前就发言不了 我想分析一下 分析一下场面的局势 随便分析了 龙哲这发言也听不出来 什么都听不出来 上级的人能有哪些看一下 还是看一下 这一面都没上级 好好发言吧 看你很想说话的样子 1号预言家 新孙在警惠流吧 警惠流1号 第一警惠流1号 第二警惠流8号 一大盛宴 4号3号说的茶沙 我新孙 2号说的茶沙 我们老婆 你说一下这个 心路历程 对吧 因为狼 不是狼啊 这个上帝告诉我说 狼不要触碰 我想想 晚上 狼就能 搞来搞去的 就那边你们那个位置了 对吗 所以晚上我想想摸1还是摸2 想想就摸一下2号 老爷爷捏到你 把你 如果是一张王牌 把你扛在白天 多爽的一件事情 对吗 没关系 你可以 你可以起跳 或者让你男队友起跳 然后你再跳个生存 这样呢 有说不定能换到两层 对吗 我这张冤家本过了 2号是我的床上 台北妈 话说我觉得有点累 我先放下来 但是我竞选了 10号发言 早看点 好 哈哈 对我出我 恭我一笑 要不然 你们就不用说话了 惹我 你们就准备睡觉 谁要聊我吗 9号玩家是皮狼 9号玩家投票给谁 我就出谁 你不用看 不用查查我看 这种眼神一定是皮狼 你卖出来的狼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狼都怪你 不要再看我了 还有不要来聊我 我不喜欢后自卫 任何一张牌发言的时候 提到我10号这个字 只要提到 你就等着睡觉 但凡你触碰到我的那个基点 基点 两刀 下一位 我10号院家牌 警徽留 先1 后13 好吧 10号 后10 12 那就先1后3吧 我锦上的不想验 昨天我验了2号十张精水牌 为什么去 我本来想去验6号的 因为6号玩家 把把背手刀 不能再背手刀了吧 但是我想了一下 万一真的背手刀 女巫的银水跟你精水又是同一个 所以我就没去验6 我验了2 因为如果2 验穿四张狼 然后我大概知道 就是2 如果验穿四张好人牌 那6这张牌 就 因为 哎不说 反正25这张精水牌 好吗 警惠6 1 3 嗯 这张牌我还是去定一掉一下吧 就是 因为你抱我一张精水牌 恰恰 对吗 看你警下发言吧 反正警上的我先不想验 我先1 3过了 过了是吧 那你11号玩家 应该是推不了水的一张牌 你忘记上发尖水牌 你忘记上发尖水牌 前作为这张6号牌 发了2号牌 是吧 哈哈哈哈 还唱 有点什么呢 日报啊 太快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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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门徒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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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太快了吧 太快了吧 天黑平地 脏鞋 高 可以说话吗 可以 随便 你老公伴也可以说话 我觉得 我觉得不用再自爆了 就把它盗了 我觉得不用自爆了 就可以开个警户 好 币 女巫企 这个死了 舅妈 毒妈 女巫币 愿家企 我忘记吗 呗 老企 老婆 老在 老都齐 老碧 月圆加紧 还是这个 月圆加碧 添掉了 添水 好多东西 12号玩家防水 十座呀 真的十座呀 我总共强了十座 那五五六呀 对吧 挺上 我很久没有看到这里挺上下身份 对吧 那我认为这牌们全身起跳就可以了 反正这个十一一郎放了一起了 对吧 我就我 就是我认为 这个牌全身起跳就应该可以赢出来了 当然你们要不全身起跳是你们的事情 我先把身份挑进去 我是一张普通分明 好吧 或者我反正 那不是叫什么 十号玩家会玩 就是说 井上又开始降了点 那我现在写了十号十张井水 你会自爆吗 不让我睡觉吗 好吧 如果说你不会的话 请发动技能 好吧 我认为全身起跳 这个游戏 六号虽然 怎么说呢 六号不一定是了 但是我认为 因为我很久没有看到你 就不是说你在这个局 我很久没有看到什么假身份的人 对吧 除了三号玩家今天看到一次 那你六号玩家 怎么会心血来调下身份 自己好好聊聊清楚 好吧 过了 出局上流 不是说了很多遍了 好人配置不够就不要了 炸炸炸爆米花是 炸的对吧 炸不对出局 你自己发言很没信心的 可以要超个游戏家来证明自己好身份 我再说一遍 我从来不炸身份 我跳游戏家就是游戏 要么就是了 好人有什么炸来 永远炸不对身份 你看你炸了我一个瓶瓶 所以这个后面的狼人 只要发了我一个精髓 我的身份被你洗滴了 你如果觉得自己发言不过关 请好好表水 如果不会表水的话 就请看看视频 继续学表水 如果还是不会表水的话 在家再继续学表水 好吗 我永远同意 因为我是一个好人 我不知道谁是老 因为是你 那预言家的警惠流交不出来 所以他们劳人自爆了 因为你把我一张不是女巫牌的牌炸出来了 我但凡是个女巫 你晚上必死 对吗 我不接受任何炸身份 只间炸我身份 只间就出局 我管他什么身份 他一个白痴跳个女巫跟我说 晚上吃毒了 我管他什么身份 出局 对吗 因为你平民你就表水 而我是个平民 对吗 我已经说了 我找不到狼 因为所有的逻辑基线都认为你是一个狼 那你跳身份 你告诉我你要出谁 你跳不出身份 你就出去 所以所有的狼也要找你扛腿 我也不觉得你就是表水能够表得多清楚 现在我只知道石是一个好人 我是一个好人 我前置为两个人发言 我听都不用听了 有什么可以听的呢 他抱了我一个 连狼都说我是个好人 那我一定是个好人 对吗 你会认为你在这个位置抱了一个我茶山 你抱对信息了 这个狼起来来救我吗 不可能 他我自己会跳 好吗 那你出去 我就搞不定 你人论被手刀 男百一排 我也不知道你背不背手刀 你要出来捉死 你什么 你是个平民对吧 他跳出身份 你出去 因为你在这个位置还在打 我打他也就算了 你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吗 我是个平民 真的是个平民啊 但凡我跳得出身份 你都一定出去 我是个猎人 是个白痴 我们匪刀 就是匪刀领先我都会跳的 因为我跳出身份 你必须出去 以后不要加身份 过了 我是个平民 正法罗基就不盘了 再盘一种可怕的情况 就是狼查杀狼 然后狼自爆 对吧 这两个人送了一个人 能引下来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那要不然他自爆干嘛呢 对吗 让他查杀了他 然后让他去跟一眼夹钢 也可以 对不对 就是什么他是狼 吵人那个逻辑 我就不盘了 对吧 有可能是狼查杀狼吧 对不对 要不然你看他10号 报的那么高兴 高兴什么了 还跟自己的狼同伴说不用报 那是不用报 都都引下来了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那你明天再让我出去 好吗 2号吧 今天你先把你这个6号投出去 那既然没干好事就出准备 虽然我也这样炸身了 要不要先出王宝宝呢 反正我觉得有可能是狼查杀狼 查杀狼的板子 我先跟他好像说一下 有这种可能性对吧 那么多 1号说让2号聊 我觉得1号没什么问题 2号 2号这个状态 2号这个状态也还可以 对不对 2号这个状态还可以 我这个逻辑什么呢 我只是盘一个比较概率低一点的逻辑 是不是 那我因为钱之外 我只能好好 想想我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没什么要说的 好吧 过了 赶紧过吧 如果你就抱女工了 刚刚抛了我一个妹 我就知道 让我龙哥好好说一下 我是你的饮水 不就是想做了吗 我就帮你 我就帮老人帮你们找好女人 我呀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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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你拿一张牛排 你就好好尝一尝 太暴露了 刚想说龙哥你觉得呢 你就是说你觉得不就是告诉老人 你你抱中那个饮水信息的吗 所以还是再尝一尝 好吗 嗯 我就关心这样八号呀 因为我对八号特别感兴趣 你跳身份 你如果抱出一张神牌 OK 我可以暂时不出你 但是你抱一张平民牌 你可出 二号 那女巫都说二号身份做低 那二号也可以上PK他 谢谢 因为他要打六号 我觉得六号是好人啊 六号已经完成汗跳了 他如果是一张狼人牌 我觉得那个十一号 也不用自暴式发言吧 十一号警上已经聊不下去了 实在不行 我可以就找张真悦一家 那真悦一家也真出来了 那没办法 所以当二号说要出六号的时候 我觉得二号你身份就无限做低了 你是一张好人牌 你不应该说要出六号 六号不可能是那个十一号的老同伴 好吗 然后我听一下这十号归票吧 因为 因为那个十二号真语言家在发警徽的时候 他是犹豫的 所以我判断十个真语言家并没有咽了十号 紧上十号这发言也吃不了一咽 对不对 所以这个预言家应该是 觉得紧上十号发言可能像个好人牌 所以才把警徽犹豫的给了十号 所以听一下十号发言吧 十号发言不好 这一轮估计你们要出十也没这个勇气 他归票归得不好明天再去盘他吧 我这个人拿好人的时候所有人都怀疑 除了自己 当然这次女巫抱我饮水了我就 信三号 我不管你们怎么想 我认为三号是一张好人牌 且下一张女巫牌 我听八号发言吧 你要是好人你就把二号批出去 好吧 或者把这个警长批出去 过来 我觉得龙哥发言蛮怪的 你一直自信啊 我配子低啊 我听不出睦睦哪一句话抱女巫了 对吧 他要听你发言 你就觉得你是张女巫牌 你真的是蛮自信的 那我觉得你 这个是总归式的精水了吧 就这个十号十二号对吧 十二号他验了两天人了 但凡有一天精水 他都会飞着他的精水 就算验了一个精水 一个茶沙 或者双精水 他也选一个配置高的人飞啊 那怎么可能飞着一个位置身份的 除非他两天茶沙 那这个战率也太 我觉得太低了 我觉得肯定实施一个张精水牌 那盘下 其实我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二六双好人啊 为什么 首先六完成了一个汉跳 那这十号 但凡是他的狼队友对吧 他为什么要出来再跳一次 然后再去抱他 他抱二茶沙 他再去抱二精水 那同样的 就如果说二是一张狼牌 那这个十号怎么知道 六不是一张预言加牌呢 还是说你跳得太差了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所以说在我的逻辑里 二六是双好人 要不然很奇怪的 六或包对信息 那就为什么不吃刀呢 我是这样觉得的 所以说在我的眼中 二六十三张牌都是好人牌 那么狼客人就只能出在 你认三号好人吗 你就贴三号先去 就是吧先去 那就是出在你们 一四七八九 反正出在后置位吧 二六十三张牌 我就觉得不可能推在白天的 如果你认二号是狼 我就觉得如果是六起来 查杀一个二号 那这个时候都要自爆了 那那么做做第二个精水 然后再自爆 那我觉得他们自己玩的高端 我 那我今天听一下发言吧 我真的没听出来 你最好是一张银水牌 你自己就给你自己安了一张银水牌 弄了我现在都不敢逗你 蛮奇怪的 听一下后面发言吧 过了 安静 安静 还让我光 有什么好安静的吗 对吗 你 名牌对吧 我上次是恋人牌的时候 你这个 这么这么老卵 也就算了 你现在是一张名牌 你老卵什么 虽然我也不见得是一张 什么有身份的牌 哈哈哈 但是 对不对 你有什么好老卵的 对吧 我都不想跟你说其他的 对吗 你我老卵事业里面容不得别人炸一次身份 但凡炸了 而且炸到你 只要炸到你身上 他就得出局 是不是 逻辑也不盘的了 我也不想打你 因为我觉得你应该是一张好人牌 为什么呢 因为这张自爆的11号 汉跳牌 他是在他起跳的时候 他是这样子的 他事业里面没有我6号牌 他事业里面没有我6号牌 对吗 甚至他说我不知道6号牌是个什么身份 不知道怎么定义他 那我觉得我的茶茶可能的确是错的 没有成功的炸到一张老人的身份 所以他在那个地方起跳 且在后置位12号牌 一发言 准备起跳的时候 他选择了4包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你2号可能是一张好人牌 那前车A所有倾下来的 只有5号牌 是说26可能是双好人 其他人都总归要么就要干2 要么就要干6 是这样的一个发言 那所有发言倾下来 5号呢 不知道 虽然他保了我们 但我其实我真不知道 那我总归是要打这张1号牌的 对吗 1号牌在这一轮的时候 其实已经进入身退的第一轮的情况下 他就喊我们全部都要拍身份 但是他自己呢好像没拍 要不然就是拍了一张名牌 而且他觉得打了我这张6号牌 他觉得我好像行为不是特别做好 那我觉得我有的配置呢 没这么低 所以那我跟11号怎么可能做得成两张狼牌 对吧 他是一张狼牌 那我就一定是一张好 对不对 我自认我的起跳 应该是比他刚才那一番的起跳要好 好个一两倍吧 对吧 也没有几十倍 但是一两倍应该有了 对吧 我起跳还是比较真的 其他我也不想多说 这个我会出这张1号牌 我想出这张1号牌 应该蛮充分的 就是因为他在锦上的发言 像是感觉像任劳那种 谁跟我逼逼我 又像之前要自爆 又刀谁都那种感觉 那我觉得预言家去验一下他 还是蛮有可能的 而且10号是具有带队能力的 那这一轮789好好发言吧 发言过关了好初一 就想过了 呃 就是 我都有一个积极点 11号 这张预言家牌 给这张10号牌警会的时候很犹豫 所以我觉得 就是他不像验而持这张牌 那我现在先怀疑一下10的身份 然后他 那他为什么有一半天给了这张10 我觉得他像验到两张叉叉牌 然后我就想这张预言家牌 第二天会验哪张牌 我觉得应该会验这张6号牌 或者验这张2号牌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 第二天验了26里面的一张牌 是一张叉叉牌 且他第一天也验了一张叉叉牌 所以他才把警会给了万智伟的一张牌 而且他第一天警商发言说 那你11号是退不下去选的一张牌 他第一天一定不是验到11之道 所以我本来还是想在26里面出 而且你想11在那个位置 就后面就后置位只有两张牌 就是这张5号牌很奇怪 他说6号牌跟2号牌是两张好人牌 所以6号牌跟2号牌是两张好人牌的话 那11的后置位还有12和2 这两张牌 只有两张牌了 他还敢往后置位这张2号牌上 身上发金水 就是你不觉得这很怪吗 发到一张预言家牌 不是之前爆炸 就跟下一把 下一把那张3号牌一样 所以我觉得很怪的 而且26 就是打半天打半天 都说是这样蛋 对吧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就那张预言家牌 给10号锦辉的时候 我看他特别忧郁 然后想半天想半天 给10 还是这么说 所以我觉得他第二天 应该是验了26里面那一张牌 而且我觉得前置位能验的 就只有26这两张牌了 就是11号在那个位置爆 2号金水 然后那个6在这个位置爆 2号叉叉 我市场预言家牌的话 我一定会往这两个位置上演 然后他给解放运用那么犹豫 我觉得26里面肯定是要出来 我本来想在26里面出来 过了 10号牌发言 我先就是分析一下 请上请 就是26身份 我认为26应该是两张好人牌 就是说你 我感觉你们这个局 是不盘逻辑的 就是说我上一轮说 那个27是两张好人牌 你们都听不懂的 那我现在跟你仔细来说一下 为什么这牌26也是两张好人牌 首先我说一下最简单的 如果26是两张狼牌 就三号说的 就说26如果是两张狼牌很简单 都不用发言了 我告诉你 4号发言完直接11号就自爆了 直接到12号 为什么 紧上都是他狼队友 是吧 后面没有人了 10号说完 其实就可以自爆 10号他不用发言了 直接去把12号闷掉就行了 对吧 所以说26不可能是双狼 3号这个逻辑是不对的 然后再谈一下 如果说6号是好人 12号是狼 那也不可能 为什么 如果6号是好人 2号是狼 他发队了一张茶沙 那11号也不会自爆 因为他要纠结 到底6是张真原家牌 还是 就是说 12号是张真原家牌 对吧 所以这不可能 如果说6号是张狼牌 2号是张好人牌 那他6号是11号的狼队友 6号既然已经发12号好人一张茶沙 那11号为什么还要去发2号一张金水呢 他那时候已经没必要起跳了 更没必要自爆 所以说这种逻辑分析下来 26只能是双好人 对吧 逻辑分析大家清楚的 那再说一下前面几个人的发言 就是说1号一上来就去打26 认为26里面是出狼牌的 2号去打6号 反正26是好人 我就盘了两只这两个位置的 3号呢 是他是 怎么说呢 他拿狼拿好人逻辑都是不对的 就是说 他拿狼呢 上一马也是 莫名其妙发了一张真原家金水 他拿好人的逻辑 也是不对的 就是说 所以我不知道他现在这个逻辑 是他好人的逻辑还是狼人的逻辑 因为他都盘不清楚 然后4号呢 叫我跳身份 我跳给你看 我是一张普通村民 对吧 我没有身份可以给你跳的 就说4号呢 是一定要是 关注我8号的这张牌 我不知道你这张什么牌 但是 借于我认为 6号是张好什么 2号是张好什么 你有可能是张狼牌 5号呢 是 5号呢 是和我分析的一样的 我觉得5号有可能是张好人牌 7号呢 就是说 我觉得7号可能是张狼牌 为什么 7号他说 首先他不认这张12号 预言加发的金水牌 我觉得他既然 12号敢敢给10号发金水 我觉得他没有犹豫 他给10号发一张金水牌 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犹豫 而且他发了 他既然负责任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怀疑 12这张金水牌 然后而且你去打了2号和6号 我刚才盘清楚了 2号6号不可能出了 所以说而且 他就根据上三轮的发言来听 你拿狼人的时候 逻辑都是不对的 就是说那盘4号是张真远加牌 你就拘棋的冲4号 对吧 就是说 你拿狼人的时候不是逻辑不对 你拿狼人的时候就是 都是很拘棋的 就是说你上一轮 上两轮就是说 4号是张真远加 你就出4号 对吧 那你这一轮拿狼 2-6是好人 你就打2-6是 2-6里面出了 把他们那点讨论出 就是说7号有可能是张狼牌 9号没发言不知道 最后我听10号归票 我觉得这轮出 在1-3-7里面出 我偏向于可能 1-7里面出了 那概率比较大 3号再留他一轮 听他发言吧 过了 那你对这个重追猛打 从井上就打你这个4 有什么观点 你聊了 你对4是什么想法啊 他从井上就在打你 你是个好人 你对他一点敌意都没有啊 而且我们根本就不需要 你解释2-6是不是好人 是不是狼 管他是好人还是狼 你只要从自己的中心去想 你是个好人 那么你认为2-6是好人 那7一定是个狼 然后3-4里面 刚刚要出2-6里面的人 就一定是狼 因为你认识他们两个好人 那么敌对面也就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你感觉 你聊了半天那些填充啊 7-8两个都不大好 因为我觉得6发言不光了 那你们两个里面 出狼概率是非常大的 因为这个4也不知道怎么 就自发一个饮水 自发一个饮水 这个人也对你没敌意的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7-8都不大好 8又不敢去聊你了 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在卖队友还是什么 所以最主要是他对你没敌意 要是有个人这个时候穷追猛打我 从警方 我一定跳声们请他出局 你还挑个蛋 你挑蛋就你们两个上PK 你就这样聊 但一圈场来没人的女巫 那这个人估计晚上就死了 这个人肯定是女巫了 因为我也不是个女巫 一圈场来7个人 晚上又要倒牌了 把银血包包好了 这个2这么简 而且他说他不管怎么样都要出6 好像挺虎的 他好人渐渐的样子吧 那2是个好人 我觉得6还可以 345781 1第一个发言人聊什么 他说请这个6出局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去盘一下 因为如果说6是一个狼人的话 他们两个没配 而且最重要的是 昨天晚上狼人格式很短 他们不可能打出这么长的格式 为什么他说要自爆 我知道他自爆不了 狼人格式这么短 怎么可能是他呢 他在狼队一定要 这里考虑半天 安排多少格式 所以说我觉得他们打不出这种格式 所以我认为6号不是张狼牌 6号不是张狼牌 这个5是第一个起身保26的 我不知道 因为狼人有个习惯 就是所有人在踩一个好人的时候 他有可能会起身去保 34啊 下一天再聊吧 好吧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是个女巫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不跳 神哥 我先跳 我先跳为劲 我是个这个 我先跳为劲嘛 反正也刀不到我 好吧 那我请你们7、8两张牌上PK 我觉得你们两个都不大好 好吧 因为8不聊4 7聊得听不懂 8在前春是8一样 好吧 下午再聊这个3、4、5 过了 我就要出4 发现我听都听不懂 什么冤家验了也没有验10 没有 双茶沙 凭什么给10呢 一定是双精水了 犹豫什么东西呢 双茶就撕紧灰 那该验的几个位置就一个个出 什么医生发现呢 如果是出10也出不动 出不动 那出不动出谁呢 你说二是个狼 二能是个狼吗 二一定是第二天的精水 我一定是第一天的精水 你信不信 一定第一天一定验了我 第二天一定验了你 再纠紧 是叫你带还是叫我带 如果你是一张茶沙牌 警徽给六 那如果二是张茶沙牌 警徽给六 你二就出去 对吧 用警徽的消息告诉我 给了六 因为你六茶沙过二 他警徽给你 就出啊 警徽给我 无非是两张双精水 不是 那你上完呢 你告诉我 你自己把自己饮水 拉到自己身上 你告诉我你打的位置呢 你也没有说 10发言好 你要出4或者出1 出2或者出1 或者出5 后准没有一张牌 是你打的位置 你告诉我你在干什么呢 我出你事啊 好吗 我不想听你们说什么东西 我不是个女巫 你们总会吃枪 你们总会吃刀 直到你就把这个一带 一说他是个平民 二我保了 二我人我一定验过 因为你去想 这个人自爆了 这个人自爆 他警徽的什么都没有说 如果你是锦上一张 唯一跟他跳过预言家的人 你查杀了二 他不会验你的 你刚在锦上 你就是个狼人 你没有刚在锦上 你就是个好人 对不对 你退属 你就是个好人 那他去验谁呢 一定验一张 你发的啥他 他发的精水是二号 这不是个逻辑了 所以二号一定是个精水 你其实点这么多狼 其实你不是说二 一定是个狼吗 我说四号玩家 我觉得你代谢了 你一匹狼找不出来 你还告诉我 我验过没有用 那没有验过 那他两个人 你起码研究一下 他验了谁嘛 他验了谁你告诉我 因为这边十一四个狼 我不想直接把一处七八 不知道 我觉得六可能是个好人 如果他们狼队不做主的话 因为六起跳报二个叉叉 他再报二个精水 我觉得狼队有些做主 对吧 所以在二四个好人的基础上 可能六也是个好人 那余下来位置不多 五七八四 虽然看不懂的是四这个位置 告诉我 他把自己的银水套在自己身上 我也是 我也是服 不过四最近有时候 真的发现听不出来 上次我认为他是狼队 把他推出来 所以他是个猎人 像 放你一天好吗 放你一天 我今天把一单归了 把一单归了 一总归是个平民 总归是个民级名以下 他不可能是个神 他说的他是个民级 对吗 对吗 一对不起 毕竟 出了你 你不会对我发火的 这个是出了 他在对我发脾气的 他等一下牌一刷 妈那个比我是个白痴 糟糕了 而且他你上了你 你看 心脏不好 我就 真的是 我不出你事 真的是 真的是因为 我害怕你等一下 要跟我发脾气了 所以我把一处 你就 你毕竟年轻 对 你毕竟年轻 那女巫 女巫在外开读 七八里面 出女巫 你们就互读 或者说 你能开读 什么位置都可以读 反正 以致跳恋人的人 就先别读了 好吗 明天有恋人 恋人起跳拍他 他开枪 叔啊 那就 我真想把这个试试 我想想看 给我个十几两 考虑一下 嗯 嗯 七八四 他叫外卖吃了 马上结束了 马上结束了 咋这么能吃 我来的 好能吃啊 好能吃啊 你点的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没朋友吃 我没朋友吃 反正女巫 别去读这个二 也别读这个九 其他外卖人 你开始读吧 我今天把他预备了 你认为四不好 你提示自读 你认为四 还可以 也可以让他明天八一天 你就在七八里面选读吧 读到白痴 我也不知道 关了 一号玩家 你认为四 对 你毕竟年轻 快点快点 警卫 警官 警官 快点快点快点 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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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那你看到,那你找找我的狼狗吧 你三号玩,我觉得要么就五七八吧 因为我觉得八的发言很差,七不知道在了点什么 五发言也就很一般,对吧 我不认为四十张老太,二嘛,你这种就 所以说你摸好人就这样子,不该,对吧 人家诈诈你,你要扶他,我扶不了,对吧 我认为就五七八了,对吧 三你像人跳身份吧 这就是我就跟你们神说一遍啊 你们要引试你们的事情 但是我是一张平民牌扶起的,对吧 二跟六是两张平民牌 就是剩下来还剩下四张牌 四张牌剪掉这一张跳枪的 三张牌里面出两神,出一张平民,你认为狼找不到啊 所以我不知道你能再打点什么 可以吧,好,随便,你爱怎么玩怎么玩 可以吧,好吧,过了 哎,请闭眼 谁中没有 等等等等 哎,我也没关系,等一下 不吃了不吃了,我听你们的 龙哥你和妹子吃吧 如果再吃就胖了成什么 哦,不吃了 再吃凶就比脸大了 好,狼起,你看龙王就水来自容了 这个号码确认回 冤家不叫了 天亮了 这天倒霹,在现后十八 咦 吓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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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 我还是偷吃一口 还偷吃一口 这样了,这样了 你抢这个吧 不可以 你们看一个直播,不要来我这个 你是说默认思索的吗 双死啊 有锦辉,双死,锦佐锦佑 嗯,那个叫什么来着 胖胖木 紧要好吗 胖胖木半夜 女巫不龙哥 我是女巫牌 第一天捞了李锦 好吧,那李锦吃刀了 我总不要把他医院完成 那他,那个,是我读的 好吗李锦 这个8号是我读的 因为8号 他说我狼人好人逻辑都差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拿到一张女巫牌 真是的 终于知道他可能死了 对吧 你看我这样跳女巫 龙哥,你穿不了我衣服了 我感觉你今天起身要说 昨天是我给这个木木穿女巫衣服的 我是张真的女巫 我捞了他 没有了,这话已经说不了了 对吧 你不是我的英水 你出局吧 因为他这个人死前的遗愿是要出你 那到时你出的是好人 你就去找李锦算账 他遗愿啊,天哪 我要出龙哥 然后这8号 因为昨天我在打26两张牌的时候 8号起身,那是什么26 都是好人 他除了保26 他还保了其他人 他说前面前志卫 什么 呃 他说7号 可能像张狼牌 他把前面 好多好人 就好 他搏了很多个人 对吧 然后我觉得他的信息 其实有点多 但最刺耳的 就是他说我狼人好人 逻辑都差 所以我就把他读了 对吧 那这是拿到女巫牌全力的 这是跟王宝宝学的 要骂就骂王宝宝 王宝这人就是算太别低 他谁喷喷他就让谁出局 那刚好我手有平足 其实我晚上挺想撒王宝宝的 让我算了 对吗 出完龙哥就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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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哥我觉得你 就是因为我相信李景的配置 这点可以吧 因为你一直教我 就说菜鸟哥这个局里面怎么玩呢 要先认下一张好人牌 且他是高会牌 那你要跟他出 他认了那张狼牌 这是龙哥教我的 那龙哥我谨记在心 所以我认下李景这张 死在夜里的高会牌 所以我想去一张四号牌 你可以选择跳一个别的牌子 因为你出的以后是下不了了 真的好好的看 好吗 够了 我要连一个玩的下的东西 嗯嗯 你说你相信李景的配置啊 嗯 你看李景 伯伯跳一张女巫牌 说读了八号 说 相信 他让我读的 你不要对话呀 你这么一说的话 我就不能跳女巫牌你的 对不对 本来我说 我可以发言 八号是从我请上 就开始 打八号的 那是不是我更有可能 去把八号给读掉呢 对不对 那你这么一场牌的话 我就不能用这个逻辑来拍你的 嗯 你看又跟我对话 真的是 真的是 点伤我吗 点伤 对对对 这四张女巫牌 你也对话 你说相信李景配置啊 那就出我嘛 那观众们看看李景的配置有多高 对不对 我如果是当狼人牌 我那天就不会去刀李景的 我就刀你这张三号牌 李景我白天我就要起身 我要打他了 因为 约干拿紧发紧灰 确实很犹豫 我只是说了一句 而且我也没有说 要出这样李景牌 我的原话是 一 我认为你是一张女巫牌 那我是一张好人牌 我自发一张饮水牌 且是你自己说王宝宝发言不好 那我就顺着你的意 踩一下王宝宝 且王宝宝踩了谁 踩了六号 我觉得六号是铁好人牌 你还说要出六号 那王宝宝你先分是不是扣两分 对吧 一个是你要出六号 你扣一分 一个是女巫 我认为的女巫牌要 踩你 那你扣两分 那么我踩一下六号 然后我跟八号说 因为八号是我严杀的一张牌 我跟他说你跳身份 你跳不出身份 你就把二号批死看看二号的反应 当然说严杀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严杀 就不会就看看八号的反应而已 那八号聊下来 我觉得上市张两张人牌 你千万别跟说 就你这张平民牌 你翻了将近三分多钟 所有的位置 所有的身份 你全部一个聊过来 那你的信息告诉我 七号 因为七号聊的 在我看来 你说二六出人 我觉得你确实打的不对 因为我觉得二六 应该是两张好人牌 因为二号是扣两分的一张牌 然后主要是八号给我信息太多了 你说什么五号是好人牌 七号是狼人牌 还说什么二六是好人牌 还分析了各种位置 你读八号我不反对 因为我把这八号向上狼人牌 本来我觉得你八号既然女巫 你就读掉了 那就开始从你的信息当中去找人 一你说七号是一张狼人牌 那么OK 我觉得七号可能是一张好人牌 二你觉得五号是一张好人牌 一号我不知道是不是好人牌出局的 一号我不知道是不是好人牌出局的 你说相信李景配置 那李景都说要出我了 那我根本就不能相信李景这个配置 他如果我觉得李景差一点点就 就毁了他所谓的配置 因为他本来说出四 后来改的改的 后来又出一了 本来我再说个西部旅程 本来我准备开个枪的 把你拿掌生分 我想说李景差点 李景保住他的小命 李景家里 那死了算不跟死人对话的 我想出 不像五号牌 因为六号是好人 一号不知道是好人还是狼人 集结位置 你是张女巫牌 二号是张好人牌 我是一张好人牌 那你五号应该 集结狼牌 你五号我跟你说一下 你是张好人 就把七号披死 七号你是张好人牌 你就把五号披死 因为你武器当中 应该出狼人牌 后面还是 后面没有人来 没了 没有活人了 那就是我们这一圈人 对不对 那八号都堵死了吗 只有你五七 我大概都可以先出五号吧 因为你是八号 我认为这狼人牌 保的一张好人牌 我是一张好人牌 那你相信李景佩 这张女巫牌 换句话来说 我现在跳到女巫牌 你不一定批得过我 因为八号是我连续两轮打的人 其实我把它毒掉了 好吧 那看看二号的配置了 好吧 我大概出你五号 因为我觉得八号告诉我 你是张好人牌 那八号是张狼人牌 你就是你张狼人牌 我会出五 是 除非吃好了面差 这是您过吗 不是 哎龙哥 你没什么好自信啊 你有什么自信 站在制造点 来拍我五七两张牌 就首先 如果二六两张牌 扔下来就没有位置了 真的没有位置了 莫尼的三号 莫莫是一张女巫牌 那出狼 因为这个一号跟八号 一定有一张狼牌出的吧 但我偏向于八号是一张狼牌 因为一号他那个 他自己都自己认出 都不来出你那个发言 除非你们刷狼 要不然不能订出一号 那么场上一张自爆的狼牌 如果八号是一张独出去狼牌 场上还有两个 那我自己是张好人牌 六二是我第一轮认下来的 两张好人牌 三现在跳女巫了 那你们狼就是四七啊 那在我看来出哪一张牌 都无所谓的 就王宝宝 因为没有办法的这张牌 只能认下来了 就因为 但是 我也不能说 相信我师傅的配置 对吧 就因为我认六是一张铁好人牌 因为太多过了 但是虽然 二 其实二第一轮的时候不一定 就在七二发言了之后 我盘了一下裸子 其实不一定 但是既然我师傅都把警徽给他了 但是当时他的配置 就认他是一张好人牌 那我只能把这张牌认下来 那就很好打来啊 四七就是双狼啊 场上最少都有两狼吧 对吧 就其实先出你四根 先出你七 无所谓的 就你们俩排成出就行了 好吧 就反正我都说了六二如果有狼的话 那他们两队自己打得好 我配置低 没有办法 反正今天出发生你四根 你七十了无所谓的 就先出七嘛 你也认七十郎 那我们把七出了 对不对 那明天再出你好不好 过了 现在场上一二三 七个人 应该是两神三名 还有两狼吗 应该是还有两狼 一把里面可能是一张老牌 然后李景可能是一张 就是猎人 独地可能是一张白师牌 那剩下的话 在我心目中 我未知的身份 就只有七四五 这三张牌里面 出两张了 嗯 如果这八号是一张狼牌出去的话 其实我是蛮想出四号牌的 是八号牌 被四号重追猛打 且八号牌被四号1.11 不是这么觉得的 不是这么觉得的 如果五七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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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要么就是四七两狼 要么就是五七两狼 就是我觉得 要么今天把七号给先走了 我觉得七号夹在里面 总不是一个身份最差的一个人 哈哈哈哈哈哈 就看一看去 就你说 你让我去排 就四七可能是 因为我没办法排成四五两狼 就我觉得四五两狼的话 这狼人牌也太太多多了 太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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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要么就是四七两狼 要么就是五七两狼 这七号感觉是怎么都夹在里面是一张中的 而且四二轮他的发言也是最差的一个 只是因为这张我们的传说中一名神武的警长 十号牌李锦先生 强行要干死了这张一号牌 其实我本来是想干一号牌的 但是到七八八万言之后 其实我对你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敌意了 因为有人比你发言还要差 那这人我先走西吧 先走西 其他没什么想发言的了 就这样过 四五匹配啊 我是一张白石牌 就是你们想想一号那一轮打的位置 跟我是一样的 都是打二六两张牌 那我上轮我觉得他给几位子可以 所以我我定这张 就是这张十号牌 就可能是他没有验过的一张牌 所以我觉得他第二轮应该是在二六里面验 所以我觉得二六里面是要出狼 那上轮让你们跳什么吗 你们都不愿意跳 这轮跳出来吗 你说我们还要怀一下 谁都要这个人死了 是不是白痴 人家威尔林说的很清楚了 跳身份跳身份 你看我没对我都跳出来了 跳身份牌就打嘛 容哥啊 容哥 他因为他如果你第一轮上第二轮这样发言的话 真的就没有人会打你 因为你第一轮在滑水 你认为你是个好人 二是个好人 你就往后这位打 然后那个时候一定没有人打你 你第二轮发言还可以的 你往后这位打人 所以说 那我第一轮就觉得这个五不大好啊 七跳个白痴 我不知道十不是白痴啊 这个五说我不出四出七 那七现在跳个白痴 那你到底要出谁呢 你要不要出四呢 所以我觉得五不好 因为有可能是你说要出七 有可能你们两个在打包 你们有可能四五 所以说你要出七 因为七正好跳了个白痴 我当时认为七八里面应该只有一狼吧 因为这个八也打七打得很凶的 七看他第二天吃不吃到吧 如果明天晚上我吃到了 你就跟着我走 因为不可能我猎人死在你枪前面吧 我枪不可能死在你白痴前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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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王你跳个白痴 我们就把这个七出来 你如果不跳白痴的话 我建议把龙哥放一放 出这个五 因为我第一轮觉得这个五不大好 一场龙哥都已经自扒进去 而且最简单一个逻辑 他上轮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 木木是个女巫 他点出来木木是个女巫 那么他如果是个狼的话 那这个时候直接把木木刀了不就行了吗 何必还留木木在场呢 这是最简单一个逻辑 因为他上轮自己扒银水 他说我是个银水 木木是个女巫 他影响他晚上是个狼 他直接把木木刀了不就行了吗 自己有可能不吃多 我还坐视银水身份 是不是 因为他在给狼递话 所以我觉得龙哥可能不是个狼 那就先出五吧 因为七跳白痴 我又不是白痴 所以只能又是从蛋排里面出嘛 第一个让你们认身份不认 现在认怎么认 谁排的天啊 Case我觉得上轮就发现够关了 宝宝呢 拿到锦克的到时候是个狼他去分锅 对不对 所以只能出五了 好吧 我会挂五过了 我这个思维有点扭曲了 我们把女巫投一投吧 他告诉我我归不出去他 因为反正他说把龙哥归的游戏不会结束 Case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不是 你先要记住一句话 这个牌七我认为是一个好人啊 因为八 像我们灌输六和二是两个好人 这个四打了我二 没有去打六 他也告诉我六是一个好人 这个一 也说六像一个好人 所有的人都说六像一个好人 但第一天你已经倒牌了 你为什么不倒着 不过今天我们的誓言就是把六倒穿 哈哈哈哈 不是你现在要盘我是个狼 我是个狼 他都没有饮水 因为我是个狼的情况下 饮水都他有可能自造 对吗 所以我不认为六一定是个好人 我认我我真的认为四是个狼 你要归五啊 七一定是个好人 因为他不知道 李灵灵的叫什么 李景出去是一个什么 他如果出去是个平民 他这边跳个白痴 只有我跳出来他就出局 如果他就最后一狼 他跳出来也没有意义 但是八在这边打了七 八前缘长七扛推 这个一八都肯定出狼了咯 他们还不出狼 再玩一个鸡鸡啊 在那边玩玩玩玩玩玩 我都说了 我说你六是一个好人 你就去把一批了 我在前置位 我又不知道谁是金水 谁是金水 把我查上来怎么会出局呢 不是说你炸身份 他就一定是个好人 所以说六有可能是个狼 对吧 龙哥 他很像现在呢 他也不是 但是他从容到尾 他以前就是罗志流 不 他以前就是状态流 你看他前面 一个第一个狼 去抱了一个李景的精神 你看多伪名不正 第二个他一个 李景是个真实 对吧 前面又是这样 音乐家又不跳 他说不清楚他到底是个什么 你说他认为木暮是个银水 又怎么样的 他认为木暮 你说这个牌 他们为什么要去刀 刀这个人呢 这个人 这个 因为很简单的一个逻辑 这个牌 这个牌 他去刀他 不可能冲着女巫去刀的 刀他一定就不是女巫 因为第一天 就按照他的说法 第一天就是落了他了 刀他就一定不是女巫 然后他刚才的发言告诉我 龙哥也不是银水 对吗 对吗 我认为场上 场上不能作为狼的是 5 和6 和4 都不能作为狼同伴 对吗 6说要出5的 你没说要出4吧 你说要出5 4也要说出5的 Ks3什么东西呢 把Ks亏了 为什么他不死啊 凭什么不死啊 4-5两狼我们认了 4-5能做2 我们就认了 龙哥第一天打了8 8不去打4 4去投了5 5要去投4 他们两个东沟圣女和东沟小帮 小帮主也做得出这种事情 哎 这样我们4-5PK让他们各投一票 马场上一两狼他们也投吗 7 你是个 那个你就不要投 我们场上 对啊 4-5PK 6外一起 哎我们分一票好了 分一票 哎呦我 我真的不觉得六是一个好人 因为六在这边发言 连狼都挑了 抗推了 去抗推7 7翻白4张 白7 8肚吃毒 刘鬼我看他讨厌 没为什么 就是 那么尊重一点啊 4-6PK啊 我会去投谁我不告诉你 嘿嘿好见 哎 4-6PK 我会去投谁我不告诉你 来 警官4-6PK 3-2-1 去投7啊宝宝 5-2票 4-3票 6-1票 7-1票 6-7是谁啦 7还是7-1票 7K吧大家 4-4出局 3票 5号3票吧 5号2票 5号2票 4号吃到几票 3票 3票 我跟你说 因为你投7 你投7啊 那就是要吃到狼人牌的 这个2号冠军确实有效 投6啊投6也没用啊 投6 那你觉得我是怪这张女巫牌呢 还是怪你这张牌呢 你能认出4-6PK 6号是张白7台 投7号 7号是张狼人牌 跟着5号两张狼人牌 好 好 好 出去了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正确是我甩不了锅啊 除非什么 除非8号是一张好人牌的话 那么 我打脱身份了 那也有可能 那至少 我领不了锅 无功 对吧 8号如果是张狼人牌的话 那你女巫 你都认8号是张狼人牌 你毒掉它了 你如果认8号是一张狼人牌 我怎么可能是一张狼人牌呢 而且 就是 木木我要跟你说多少逻辑 你才能认得认得同呢 首先 你是张女巫牌 我第一天找到了 晚上就把你刀了 这第一点 第二点 你 你 你跳一张女巫牌 我哪白天我跳一张女巫牌 你不一定批得过我 因为8号 所有人都知道 我还在出8号 出8号 出8号 那我把8号毒了 我跳一张女巫牌 把你一张真女巫 批出去就怎么样了 对不对 跟你说多少逻辑 你才能 找得出来 5号嘛 肯定是一张狼人牌了 别人了 别人了 这种狼人牌了 打得好 已经 你先说 第一天就跟你们说5七八 就剩一张 来我们到2号 打得是 2号放开 是不是第一天就 没有位置的 都是好人就5七八里 他也就是小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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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七 五七两张狼人牌 就是因为我唱的第一名 白色就在我脸上了 我就看 关键是 我想的是 我不用跳 因为这一规 你必须得归中狼人 你必须得归中狼人 你们都是什么七八女巫牌 你怎么吃你跳的 你们就出职了嘛 不是 你们 你们归宿人老是说别人方言不好 那没办法呢 关键 你是他好吗 我都说了七 你跟着我跳 一定是七八月初的第一天 就五七八没位置的 他比较四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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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的位置 不是 八号什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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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号四不是狼牌了 四五七八啊 没有用 所以啊龙奥 龙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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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八四老 所以我认为你是老人 我没同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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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把你输出去 那我打的全对了 我靠 我听你 我就说了 我认为五号是个男子 是我宝人啊 四六 他选择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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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选择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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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说了 我第一个是老人 就是不肯跳 我就是跳 我就是跳 就是不肯跳 你不知道自己是白痴的吗 不是 他出错了 我们到他自爆 都要是一样的 不是 哪怕七跳白痴 那初五有什么问题呢 我锦辉流是五八算验 但是我都没说错 你什么都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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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认为两个曹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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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们两个 说的意思 就翻译很简单吗 就是为什么你 你认为八十郎 对不对 发概率吧 我肯定认为八十郎 那他们 我们八十 唯一两个说 二六是双好人 你认为八十郎 我为什么还能做狼呢 所以我没投你 那你说四六PK啊兄弟 所以我投了六 我没投你 你当你说说 你说五号是双好人排保 我甚至连你都怀疑了 我认为五和六 二四 二四 二五十郎一辣了 这一局 我就背不了过来 我随便投谁不就赢了吗 八十郎确实已经杀了 太在身份了 哎我讲道理啊 我难得打臭一盘对吧 是啊 难得打臭一盘 不能说永远臭到底 不说了不说了 走吧走吧 没问题的 就这几个人啊 好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你跳一跳七 没有点 你跳白痴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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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肯跳 这他不跳完之后我很开心 那谁知道你 第一圈就认了个平民 这个人还可能是个白痴啊 我就问你一句 那你讲不讲逻辑 我发现有没有说七怎么样 他是不是都是一张狼牌 但他跳身份了 他跳身份了呀 跳身份出五啊 他怎么不能是一张白痴牌呢 超上三个神 他是一张白痴牌 他能不能这人出 我就问能不能 不能 为什么不能 不能不能 出了老子 老子就已经到老子了 不能出了 他特白痴出不到他 他特白痴出不到他 只能出五 唯一白痴怎么会出 你怎么可能会给死人画那么白痴 只能让他看到第二天吃不吃的 所以只能出 不是我们两个都算逃亏了 不是你第一次 你干嘛不上呢 跳了就赢了 不是你五都跳了 你怎么不上呢 但是你让他白痴出他不可以的 你不让他白痴 让他老痴他可以的 反正也不要追到 因为我觉得跳身份打是最好 警推领先怕什么 你认为我是个好人 你还不知道 但这种预言又指的一定是身份的 可是我都觉得五都五没有不好跳 因为一定到最后 一定是在四五里面去批 就是四五还是没办法去 那你就投五 你带他朋友吃这个风调 他不是我投五 那你认八是不是狼人了 对啊 那么好了 你们认了八是狼人 怎么可能还盘到我身上呢 我第一天就开始打八打八打八 对的呀 还乱打 你先相信呀 好了 我会错一次 你也会错一次 说这样 你那位是他有身份 我一定是知道 我想在我身份 我就觉得 你也只能 你必须得 就是我说 就不管四五不可能是双王 就你其实必须得进狼坑 不是 不是 我倒是想要是你跳出天花篮剧 跳出天花篮剧的后面人 也会把你招 今天我们文文文打得不错 我是怎么觉得呢 而且我跳出天花篮剧 我早就说了 我 那你就跳不就完了吗 那场上一定有两张名牌 我在想的是 你凭什么认不下我是一张好人牌呢 我认得下你是个好人 那七跳的白痴坑不对了呀 五呢 那五号呢 我管五号分你什么什么 七一天先出去 他晚上当我 他很像气的冒烟 我下次相信我一次 我很少骗女孩子 好的好的 我以后我姓龙哥 你不要发言 你上来那么弱的要命 是后面在墙上 你第一轮发言好 我是为了你去做的 第一轮没有解狼会 真的 我第一轮原话 我说了 我说八号 我没有重打八号呢 又怪到我了 每次都这样 不是 我发现太远了 我都给我 没有 他就不要了 你知道他体无误 你却没到他 所以你一定是好人 不是 起超就是一定赢 他发出叫 那怕我